沒有男朋友女朋友 我們繼續找啊 2017年尾倒數 柯文哲經典狂言在加碼 簡單一句話 刺激單身男女的心 找不到才會是一個人啊 這個心動不如馬上心動 可以當我女朋友嗎 我拒絕 就容易找 找很久 當然會想啊 不然一個人寂寞了 然後找人要找好久 市長當起愛情診療師 柯批的佩服之言 單身民眾不買單 畢竟想找對象 哪有這麼簡單 沒關係 柯文哲幫你想辦法 標準降低的再找我怎麼辦 亂聯誼 我跟你講這個自己去 台北市府的這樣子服務 出去多走一走就有了 現在那個外紅娘活動 應該還很多 然後我覺得因為他是柯文哲 所以他應該就是隨便 找到女朋友吧 可是像我覺得 因為現在台北很多人 都有男女朋友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也沒有那麼好找 結婚27年 柯文哲夫妻感情如一日 大小場合不忘夫人 2017跨年最後一天 和佩琪合體再現身 閃下現場民眾不要緊 現在出言嘲諷 讓鄉民大爆炸 只是不管有伴 還是單身 還是隨緣比較實在 記者機關紅城文樂台北 採訪報道